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优秀的人都在过立体人生 雕塑大师刘开瞿岩 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 人生是可以雕塑的 人自是平面的 人生则是立体的 出彩的人生如同一件精美的雕塑作品 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用心的雕琢形成的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雕塑家 然而有的人生却是破败的 立不住的 有的人生是意义生辉的 顶天立地的 之所以有了这样的差别 正是因为优秀的人 都会从不同的方向 活出自己的立体人生 有人说生命的价值 不是用寿命的长短来衡量的 可仔细想一下 人生只有先健康地活着 才能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不然就只能 虚浮凌云万丈财了 《唐才子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身患拥居的孟浩然 正卧病在襄阳家中 经过一些治疗后 病情开始豪主 郎中嘱咐他不可饮酒吃鱼 千万要忌口 不然后患无求 正好昔日的好友王昌林路过襄阳 便来看望孟浩然 孟浩然自是设宴款待王昌林 可当他一见到桌上的美酒 便难以自持 在看到宴席上有一道难得的鱼仙 便是忘了衣着 食指大洞 最后旧病复发 一命呜呼 贪图口腹之欲 不顾身体健康 孟浩然在知天命的年纪 却糊涂行事 着实令人惋惜 相比之下 范仲淹则显得更具智慧 范仲淹在求学时 也十分重视锻炼身体 不论春夏秋冬 每天早晨 他都能起来练上一套剑术 他也因此获得了强健的体魄 范仲淹还非常重视家人的健康 在教子家书里 劝告家人要爱惜身体 范仲淹用健康 让自己走过花甲 更是让健康的观念 在家族中生根发芽 绵延后世八百年而不绝 教育家陶行之曾说 忽略健康的人 等于在于自己生命开玩笑 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拿健康来读身外之物 如是这样 那你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输家 事业的成功 家庭的幸福 人生的美满 都需要用健康的身体去创造 没有时间投资健康 一定有时间得病 坚持锻炼身体 合理饮食 保证睡眠 劳逸结合 总能让自己收获 安然无恙的幸福感 二 心态 决定人生的宽度 宋代会开禅师 有一首耳术能详的名句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生命中的得失与悲喜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 放宽心态 方得自在 韩宇从小刻苦努力 立志科举 但他一连考了三次都失败了 然而他不以为意一直努力准备 第四次科举 韩宇终于中了进士 入朝为官 做了国子剑四门博士的韩宇 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小小的官职 并不能让韩宇养家糊口 为了能够改善生活 韩宇做起了兼职 写目之名 谋生的手段 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韩宇写目之名的事情 却成了大唐官场的一个笑话 许多人说韩宇丢了读书人的气节 更丢了官场的脸面 韩宇对此不以为然 相反 他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位顾客 认真的态度 加上超凡的才华 让他成为目之名行业中顶尖的精英 韩宇写目之名的价格也被越炒越高 收费动不动就是马一匹 饼安 闲 及爱与腰带一条 这可比原来一年的工资还多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烦事看开 用自己的宽阔心胸 释怀了命运的捉弄 疯子凯在《豁然开朗》中写道 既然无处可逃 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清新 既然没有如愿 不如释然 人生过的是心情 生活活的是心态 正如菲斯汀格法则所说 人生中10%的事件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90% 则是你对事情如何反应决定的 物随心转 竟有心造 一个宽广的心态 便是能够面对苦难的定盘针 在生活中 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 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心胸豁达一些 内心的郁节也就随之消散 心宽了 人生也就宽敞明亮了 三 阅读决定人生的深度 叶盛涛先生曾说 读书让生活有温度 让灵魂有湿度 让生命有深度 阅读可以让我们 在有限的人生里 体会更多的人生百态 让我们的人生得以沉淀 获得深厚的底蕴 杰克文学的悲伤之王 赫拉巴尔便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大学未毕业的赫拉巴尔 就开始了艰苦的谋生之路 他先后当过工整处的抄写员 仓库管理员 铺铁路的小工 火车调度员 最后成为一名废品回收站大包工 然而他依旧没有放弃阅读 在废品回收站 一暗潮湿的地下室中 他把别人丢弃的书籍 拿来阅读 在书籍里深耕自己 阅读让他暗无天日的生活 多了一丝温暖与慰藉 在之后的五年时光里 他从被别人 视为废纸的书籍中 获得知识 他的身上蹭满了文字 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词典 这些成了他文学创作的 动力语言权 使他最终成为了 备受瞩目的作家 林语堂先生曾说 智者阅读全书 亦阅历人生 粗增大步 果生涯 富有诗书 气自华 不知可否 想要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 阅读是最简单 投资最少的办法 阅读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 成长之路的阶梯 可以在无形之中 深化你的知识 你的思考 更能深化你的人格 不以读书为公论 当以读书通逝世 阅读虽然不能给你 带来直接利益 但可以滋养你的 养成乐于阅读的习惯 可以让我们摆脱浮躁 获得沉淀 让自己更具深厚内涵 四 格局决定人生的高度 国学大师翟洪申说 生命取向要高 格局不高 说不出高雅的话 成不了大事 格局越大的人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懂得取舍 也就能够收获更多美好 说院中有 楚王绝英的故事 有一次 楚庄王打声仗回来 和将士们一起开庆功会 席间还让爱鸡许鸡 出来跳舞助兴 宴会上 一阵怪风把灯火吹灭 而有人喝醉酒 趁黑灯瞎火之际 挑戏许鸡 慌乱之中 许鸡摘下了那人的帽英 并将此事告知楚庄王 想要楚庄王处理那个无理的家伙 可楚庄王认为 自己之所以打声仗 离不开这些将士的奋战 如果处置那人 肯定会打击将士的情绪 于是 他不仅没有处理那人 反而说为了助兴 让大家把帽英都摘了 那人也明白 楚庄王的用意 从心底感激他的宽宏大量 七年之后 楚庄王大举讨伐郑国 此时 一位名叫唐角的将军 主动请英打头阵 唐角不负众望 以少胜多 打倒整国国度 楚庄王十分高兴 准备论功行赏 可唐角却拒绝了 他对楚庄王说 大王 您在七年前的宴会上 就已经赏赐过我了 我怎么还敢接受封赏 原来他就是当年最久调戏许姬的那个人 楚庄王并没有因此而惩罚唐角 因为唐角能争善战 对自己的争霸事业是一逼注 所以楚庄王不仅没有惩罚唐角 还将许姬许配给唐角 此后唐角更是奋战不屑 为楚庄王的逐鹿中原 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楚庄王那非凡的格局 曾国藩说 谋大事者守重格局 大格局是一种不拘小节的境界 更是一种舍得之间的智慧 人的生命格局一大 就不会在琐碎装饰上呈现 他们会站在更高的位置 全面地看到问题 更懂得统筹安排 提纲窃令 一个人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在于他的格局 而格局里也藏着他的结局 人生的起点多是相同的 但每个人的活法却大不相同 人和人之所以活得不一样 原因就在这四个维度上 珍惜健康的人拥有长寿 懂得宽心的人享受自在 坚持阅读的人收获沉淀 提升格局的人赢得成就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总有一个生命维度 是改变生命的杠杆 生涯平衡点就在其后面 正如王蒙先生所说 也许你不能留名轻视 但至少应该对得起自己的 这仅有的几十年 也许你未能力德力功力严 但至少是充分发挥出了 自己一生的能量 也许你的诸多努力 未能奏效 但是最后结账的那一天 你至少可以说我已尽力了 人生的开始是美好的 结局是自己塑造的 虽然难求完美 但只要把握好这四个维度 便不会虚度 如此足矣